《上门龙序》第3196章 想要什么都满足 对肖长坤的小心思 叶晨自然了如指掌 他知道肖长坤不可能只满足于回到书画协会 肯定还会想着继续往上爬 一直到拿回之前常务副会长的位子 甚至成为会长 不过叶晨自然不会让他这么轻松 只要洪武不把陪会长的上升通道打开 肖长坤就不可能成为会长 而他有了之前的丑闻 也很难回到常务副会长的位子上 毕竟这中间还有其他几位副会长 有了黑历史的肖长坤 不可能一个个把他们都挤掉 而叶晨想要的 就是让肖长坤在书画协会的上升通道布满荆棘 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 让他在书画协会安分守己 两天之后的清晨 洪武亲自登门 当着叶晨一家人的面主动开口道 主位 我来送叶大师去机场吧 正好路上还有点事情 也要跟叶大师交代一下 肖出然原本还想送叶晨 但洪武飞说路上还有事情 要跟叶晨沟通 他只好无奈妥协 叮嘱叶晨道 老公 你到了西北 一定要注意安全 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叶晨笑道 放心吧老婆 我这些天在山里可能经常没有信号 如果什么时候暂时联系不上 我你也不用担心 直接给我留言 我有信号的时候 第一时间回复你 肖出然不知这是叶晨的小计策 非常理解的点头说道 你忙你的正事要紧 叶晨点点头 道 那我就先走了 随后 一家人把叶晨送出家门 送上了洪武的车 洪武驾车离开汤城一品之后 并没有直接去机场 而是来到紫金山庄 将林瓦也一并接上 林瓦与叶晨坐在汽车的后排 待汽车启动之后 叶晨便问他 林小姐 破金会那个航运公司 这两天怎么样了 林瓦碍于洪武也在 知道破金会的事情 不必隐瞒洪武 但自己的身份和背景 还不能让洪武知道 于是便切换回了林小婉的身份 对叶晨说道 叶晨哥哥 新加坡那家航运公司 在被收购之后 旗下的飞机 最近一直在密集直飞欧洲的货运航线 我看几乎全是欧洲几个大城市之间 点对点的干线货运 而且 与他们合作的 也都是比较知名的企业 今天还在承接 DHL在法兰克服中转的部分航空快舰 目前看起来 还是很正常的 叶晨点了点头 道 继续盯紧他们吧 或许正常运营就是个烟雾弹 等过几天没人关注他们的时候 他们就会有其他动作了 林瓦尔点头道 叶晨哥哥放心 我已经安排好 专门负责这件事情 有任何风吹草动 都会第一时间告诉我 好 叶晨道 有什么线索 也请第一时间告诉我 此时的精灵机场内 一架注册在法国的空客 A350 已经在这里停了两天 这架飞机是已经回美国的史蒂夫 罗斯柴尔德为叶晨安排的飞机隶属于巴黎一家主营包机业务的通航公司 与罗斯柴尔德家族没有任何直接联系 在这架飞机抵达精灵的时候 陈泽凯就直接安排专人对这架飞机进行了系统性的检查 确认没有安全隐患和窃听装置 才申请了今天非北欧的航线 而且机组人员也换成了叶家自己的进一步确保安全 因为孙之洞已经做好安排 所以叶晨和林瓦一起绕过了海关 直接从远机位登机 A350是最大的双发客机 客舱面积极大 而这架飞机在改造之后 直接将三分之二的机舱面积都做成了乘客的私密空间 在这里不仅有多间卧室 还有会议室与会客厅 两人乘坐实在是绰绰有余 两人登机之后 便来到了位于飞机中段的会客厅位置 在这里落座之后 飞机便开始推出 起飞前往北欧 能够再次重返北欧 林瓦尔显得格外兴奋 在保密级别极高的封闭机舱内 只剩下他和叶晨两人 于是叶晨便问他 林小姐好像很期待去北欧 对 林瓦尔难眼激动对叶晨说 不瞒公子 北欧是奴家近些年来最喜欢的地方 如果不是被吴飞燕发现 奴家甚至有计划在那里生活到2050年 叶晨好奇地问他 北欧哪里吸引林小姐 林瓦尔道 北欧地广人稀面积是精灵的50倍 人口却只有精灵的一半 只要躲开奥苏城 基本上都不会有很多人 特别适合隐居 而且那里的自然环境很好 没有太多过度开发与发展的痕迹 说到这里 林瓦尔又道 对了 最重要的是那里气候太舒服了 虽然地处欧洲北部 但靠着大西洋的暖流 那里的温度比华夏北部要高得多 冬天最冷也就零下十度的样子 而夏天最高也才二十多度 从来不会感觉到热 不像精灵 夏天最热的时候将近四十度 像个大蒸笼 叶晨笑着问他 林小姐怕热 对 林瓦尔点点头 羞答答地说道 儒家是滇南人士 气候四季如春 所以这么多年都不太习惯特别热的地方 但滇南竟是山地 住得久了 也会觉得乏味 相对来说 北欧的地理环境会更多样一些 有山有海有岛人右手 目前看 对奴家来说最一句 叶晨点点头 笑道 等到了北欧 我就让海伦纳帮忙 由皇室出面 在北欧买一个农场 你如果喜欢 可以随时过来 对救过自己一命 又与自己分享了彼此最大秘密的灵碗 叶晨可以说 没有什么舍不得的 他想要什么 叶晨都会尽力满足 林尾尔也知道 叶晨心疼自己 微微汗手 柔声说道 那奴家就先谢谢公子了 待公子解决破清会后 奴家就时常来北欧看看 说着 林尾尔又道 奴家一直想养几头捐山牛 到时候也能如愿了 这种牛本来就产自欧洲 北欧的气候 还是很适合的 叶晨笑道 想在北欧养几头牛 何须等到剿灭破清会 你愿意养 又怕热 那我让海伦纳现在买了 你明年夏天来北欧避暑便是 林尾尔整个人顿时期待无比地看着叶晨 问他 若奴家明年夏天来北欧避暑 公子到时会来吗 叶晨道 农场里丢我留个房间 我没事就去小住两日 说着 叶晨又道 AI模型落地之后 我来北欧的机会应该也会更频繁些 AI模型不只是对付破清会的秘密武器 也是长鹰汽车将来车击系统 和智能驾驶的杀手锏 重要性不言而喻 所以 我有计划在北欧筹备一个基地 从万龙殿抽掉一些人手过来 暗中保护这个数据中心 以防万一 到时你来北欧也更安全一些